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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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家福基金會自歷七年 林思華填詞譜曲 為家福七十新無線音樂會 創作的主題曲 新無線在十五號曝光 靈感是來自於我在家福 其實有很多感謝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回饋 然後我又想到家福 很常交到我們的就是 要團結 要快樂 然後我們要珍惜 所以我在這首歌 我就放了很多種這種元素 在裡面去把這首歌給完成 另一位家福彰化武術才藝隊的 謝利明 也在學習武術的過程中 找到自信 學會堅持 武術隊草窗時期 便是成員的他 現在已開始帶領學弟練習 今年世家福成立七十週年 家福從上千名參與 才藝培育計畫的兒哨中 精選出兩百名 經過整整一年的專業培訓後 這些孩子即將於明年一月三十一號 登上國父紀念館的舞台 這也是家福首度舉辦售票音樂會 那我們相信我們有這樣的舞台 讓孩子自信 有自信 也許不一定是將來成為閃亮的星星 那但是從這過程當中 他們獲得了自信 對他將來在人生的這個生涯上面 我相信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幫助 目前在大學就讀流行音樂系的趙愛群 擁有一副好歌喉 承受金曲天團余定蜜邀請 一同到紐約演出 這次再度登台也備受關注 家福七十新五線音樂會 除了邀請余定蜜團長阿福 擔任節目總監 多位藝人包括林一新 陳芳瑜等 也將與孩子共同演出 陪這些孩子站上舞台圓夢 央廣記者楊仁祥 劉品希 在台北的採訪報導 詞文字幕下を mostra